孙悟空这次是真的亡害了 竟然感应刚接近天道圣人级别的魔兽族第一强者 就在刚刚 被禁止锁链困了两百多年的牛魔王等人 终于打破了枷锁通报出来 但殊不知 这也正是他们自投罗网的时刻 你们终于舍得出来了 本尊等你们可是等得好辛苦啊 天魔龙 我等并没有招惹你 只不过是时空通报出了问题 被传送到了这里而已 你又何必赶尽杀绝 不是我要赶尽杀绝 而是本尊跟魔界的人本身就有仇 要怪就怪你旁边的这位魔帝大人吧 天魔神绝 雷霆万钧 八九成功 法天向地 荒天魔神大法 两百多年不见 本身长了不少吗 竟然能够挡住本尊的随手一击 为了对付你 我们可都是很努力的 你们再努力也没有用 在本尊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顷刻之间 天魔龙便来到了牧尘轩等人的身前 面对天魔龙的权力一击 他们没有丝毫抵挡 在毁天灭地的爆炸声过后 只见牛魔王等人全部重伤倒地 再也没有了一战之力 完了完了 没想到我堂堂一代奥天魔帝 竟然要死在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想想都感到憋屈啊 要怪就怪咱们实力不够 这天魔龙的血脉属于龙族之中的高阶血统 仅次于上古洪荒三大神龙 再加上这魔兽大陆的灵气 比三界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这才能让他修炼到接近天道圣人的境界 所以咱们死得不冤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但我还不想死啊 我们还没有讨伐天庭了 要是悟空兄弟在这里就好了 以他的血脉和体质 绝对能和这个天魔龙般一般的手腕 你们怕是没那个机会了 另外你们害得本尊在外面 足足等了两百多年的时间 现在我就将你们送到下面去报到 随后 只见一团恐怖的能量光波 顿时就在天魔龙的头顶之上汇聚开来 下一刻便向着牛魔王等人砸了过去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根受打无敌的铁棍 竟然在同一时刻抵达了战场 大王 大哥 悟空兄弟 我可想死你了呀 乌拉拉 舒坦 看起来俺老孙来得还算及时 你们都没事吧 差一点点就有事了 没关系 只要是没有死就好 不过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你们现在赶紧离开 我去拖住那个家伙 你是什么人 竟然敢坏本尊的好事 活得不耐烦了吗 俺老孙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天魔龙 居然困了我的兄弟这么多年 还想将他们置于死地 今天俺老孙就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 呵呵 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就凭你一个区区的半步准胜 也想和本尊算账 简直就是找死 那咱们就试一试 我一个乖乖 我没看错吧 悟空兄弟的肉身实力 竟然能和那天魔龙拼个不相上下 大哥的八九玄弓 已经完全融会贯通了 到达了大圆满的境界 所以他的肉身实力 才能和那天魔龙拼个不相上下 不会吧 八九玄弓可是人族的无上炼体功法 就算是人族也不见得 能够修炼到大圆满境界 更别说是妖族了 除非 除非他是天妖之体 我竟然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难怪悟空兄弟会这么强 修为功法 我们可以通过刻苦修炼去赶上 但这先天体制上的差距 又如何弥补了 看来我们和大王的差距 真是越来越野了 众人心里很清楚天妖之体代表着什么 因为只要悟空中途不意外陨落 正到成圣是迟早的事情 甚至更上一层楼也不是不可能 更何况悟空已经将天妖体 进化成为了更高层次的混沌神体 而就在此时的战场这边 只见悟空死死的盯着天魔龙 下一刻 破天领域顿时就浮现而出 将对方给笼罩在了其中 然而 这怎么可能 小子 是不是觉得很意外 虽然本尊没有领悟领域技能 但不要忘了 我可是拥有天道圣人的力量 仅凭你现在只有半步准圣的境界 想要用领域来降低本尊的实力 怕是还不够格 该死的 照这个情况下去 今天怕是很难脱身了 拿出你全部的实力吧 与本尊过一招 若是能够得到我的认可 我可以考虑留你一命 俺老孙可不需要你来留我一命 我的命我自己就可以留